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更成仁武以畏勿以 这个提问者他是说 人家说财多生弱不好 他这个算很差的一个八字吗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盲点 就是认为 生弱的八字比不上生强 因为生弱没办法认财官 但实际的状况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 无见得 所以 你要记得一件事 在五行派不看强弱 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判断吉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天干为戊土 申根金 申冷水 地支不畏一合 引木克成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天干跟地支同时都有财星 这时候会以哪一个为主 当然是以地支 我们就会发现到地支他是破财的 所以这个八字 他只是表象的财星看起来不错 可是实际上他的一个财运 确实不怎么样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是要去如何让地支的尘土 他可以复活 这样子他的这个八字财运 他才会正式的起飞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十二个地支里面 有哪几个字 可以让他的尘土可以复活 直当然不行 丑当然不行 引也不行 卯也不行 尘可以 四不行 五可以 卫不行 申可以 有也可以 虚也可以 亥也可以 所以各位 你从这几个字里面 你就可以发现到 他一定是申若要印比吗 你会发现到 这是财运 这是食伤 这是官运 这是官运 这个是印运 所以从这一边你就会知道说 不管你强弱为何 其实你的用神 其实都是有包含 深强的也有包含深弱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五行派才不以深强深弱来论断用神 而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来判断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字 所以从这边 你就可以知道 你深弱一定要印比吗 你深强一定要刻线吗 从这一边你就可以知道 没有这一回事 一切还是以五行流通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只要我问的这个运势流通顺畅 那他就是好的 才不管他是深强或深弱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用神其实是非常的不固定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